在前面的单元我们介绍过 每条x轴上方的水平线和指数函数图形 y等于a的x次方只有一个焦点 当底数a大于1时画面如下 当底数a大于0小于1时画面如下 也就是说如果a的α次方等于a的β次方 则α等于β 下面我们透过一个例子来介绍 是解此方程式2的3x加1次方等于16 当方程式的位置数出现在指数的位置时 我们称此方程式为指数方程式 我们将2的3x加1次方等于16 写成2的3x加1次方等于2的4次方 前面有提到a的α次方等于a的β次方 则α等于β 故3x加1等于4 所以可以得到x等于1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题指数方程式 是解9的x次方减2乘以3的x加1次方减27等于0 可以先将底数都换成3 所以9的x次方可以表示成 3的平方的x次方等于3的x次方的平方 而3的x加1次方可以写成3的1次方乘以3的x次方 若我们令t等于3的x次方 则原式可以写成t平方减2乘以3t减27等于0 做硬式分解可以得到 括号t减9乘以括号t加3等于0 t等于9或-3 但t为3的x次方恒大于0 所以t等于-3不合 所以t等于9 但t并不是方程式中出现的位置数 所以我们要将t等于9 写成3的x次方等于9 去找真正x的值 所以最后答案为x等于2 世界下列方程式 1 3的x加1次方等于81 在前面的单元里 我们介绍了指数函数图形 y等于a的x次方 以底数a来区分 当a大于1时 指数函数图形为严格递增函数 即若x1大于x2 则a的x1次方大于a的x2次方 反之一然 当a大于0小于1时 指数函数图形为严格递减函数 即若x1大于x2 则a的x1次方小于a的x2次方 反之一然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上面的性质 比较根号2 3次根号4 4次根号8的大小关系 首先将三数都化成 以2为底的指数 根号2等于2的2分之1次方 3次根号4等于2的3分之2次方 4次根号8等于2的4分之3次方 因为y等于2的x次方是严格递增函数 当x越大时 y也会越大 所以2的4分之3次方 大于2的3分之2次方 大于2的2分之1次方 即4次根号8大于3次根号4 大于根号2 接下来我们利用指数函数图形 严格递增及严格递减的性质 来解指数不等式的问题 题目如画面所呈现 因为0.01可以表示成 1分之1的平方 所以不等式可以化为 1分之1的x平方次方 大于1分之1的2x次方 又因为1分之1大于0小于1 所以以1分之1为底的函数 为严格递减函数 所以x平方小于2x 一项得到x平方减2x小于0 因此分解成 x乘以括号x减2小于0 最后得到x大于0小于2 问题一 设A等于0.04的根号3次方 B等于0.008的根号2次方 C等于0.0016 是比较ABC的大小关系 问题二 试解不等式 27的2x加1次方 小于9的x加2次方 指数函数 Y等于A的x次方 其中A大于0 A不等于1 图形的性质 1 在X轴上方的任一条水平线 和Y等于A的x次方的图形 都恰交于1点 如果A的α次方 等于A的β次方 则α等于β 二 当A大于1时 Y等于A的x次方 为严格递增函数 图形由左而右逐渐上升 若x1大于x2 则A的x1次方 大于A的x2次方 反之一然 当A大于0 小于1时 Y等于Ax次方 为严格递减函数 图形由左而右逐渐下降 若x1大于x2 则A的x1次方 小于A的x2次方 反之一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